在玩德州鋪客會請身邊的朋友問一下 是在做什麼的 在拍照嗎 然後不要拍照 有一點覺得被過度放大 新的一年 然後我覺得自己想要在演藝上面 可以有一個不一樣的感覺跟發展 凱沃的開工怎麼會看到九顆呢 真的 但是我們今天大家 我們不要錄好了 我們來玩狼人殺 身穿T恤運動褲 歌手陳寧九成為凱沃開工活動一大亮點 前一天就瘋傳 陳寧九要加入當凱沃一哥 新的一年 然後我覺得自己想要在演藝上面 可以有一個不一樣的感覺跟發展 看十年老東家滾石唱片約滿後 陳寧九加盟凱沃 其許能產出不同火花 不過日前爆出巨賭 還與黑道號稱 站堂吳亦凡的張南同場 他也在土無難行程 就是在玩德州鋪客 會請身邊的朋友 我先問一下 是在做什麼的 去年八月時候的事情 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那我們本來就是 因為我自己私底下 本來就一直有在打德州鋪客 被過度放大 最具潛力的青春男團 阿垮元少年 台純之際新秀也亮相 包括男團 阿垮元少年 歐總林煥鈞 Phoenix的夏浦洋 陳俊廷 還有戲劇星星 演出80人的辯護人 雷佳瑞 極職校園生活系列的 林輝煌等人 有一部就是八尺門 然後不一樣的面相帶給家人 然後甚至他們現在有時候都說 欸 莉娜來打掃 對 就會跟我開開玩笑 對 但是我其實覺得 我還是很文心 因為現在就是比較活潑可愛類型的那種地方 那我們希望可以走一個比較類似酷帥的路線 我爸爸媽媽滿可愛的 我就是因為有時候會跟他們電話通話的時候 就會聽到他們的那個來電鈴聲 是我們的歌這樣 兩人都是龍年寶寶 去年收穫好成績 過年和家人齊聚充電後 新秀們也希望今年作品能有新突破 多方發展 TVBS新聞附電話叫我們紅天台報導